你承認這一些都是詐騙嗎 我承認嗎 鏡頭前坦承詐騙也道歉 黑衣男子身材葵梧 看起來憨厚一臉無害 但竟然利用公家或私人名義 年節景點招攬貪位詐騙 你不去接著好事 你用這些東西借助出來完片 拿出合約書上頭有 雙方畫押簽名但形同廢紙 這起年節貪位詐騙案 嫌犯成立公司對外宣稱 標下高雄佛光山 白河林出平木棉花季 以及五月田演唱會活動攤位 吸引數十名業者匯款 但一切都是騙局詐騙上百萬元 攤商損失破千萬 可是都說錢好像都堵掉了 一毛錢我們都沒有拿 大批受騙攤商找到詐騙犯 用司法記錄查詢 他竟然是網路詐騙慣犯 還曾經從226公斤 減重到150公斤 被稱作是亞洲第一胖 但扯的是 攤商帶著詐騙犯到警局報案 警方卻要受害的攤商別報案 但詐騙屬於公訴罪 似乎想吃案 同個警察分局也曾經發生過 馬國女大生因為派出所吃案 引罰名案 現在詐騙犯假借風光山名義 詐騙三百萬元也想戳掉 讓無辜的攤商求救無門 記者鄧名王書宏 台南高雄報導 設備上將後 簡易可墜的攤商 劍公司 廣場 逛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